所有强度高的英雄削弱都是因为机制强 不是因为伤害高 策划削伤害是没办法的办法 因为改变机制是要被喷的 劲的机制可以说是很完美的 缺点伤害不足为据 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你说刷也慢了抓不到人 那我可以放一个野对吧 这种机会我并不需要很高的伤害 四级放野提前抓人就是这么简单 还有个小乔 一三起手直接秒 可秒肉不行了但是脆皮都一样 伴家反了 控好我们能掌控的所有经济 然后去补中线 再回到这个草丛里等着 赵云要经过这里我可以先手打一套 他没有状态我就可以开这条龙 他走了那我们直接开 然后取打场 要清完线可以生死去他位置 让马超先动手 他位移交换我们接打 所以奥约意义是非常简单的 这就是三二打法 塔拆完马超去游走我们带边 边路去游走这时候都是刷方打野补线 心理博弈非常重要 看我怎么去压这二塔 赵云没事也要小心 尤其是上面那个草 用二技能的分身取探 我清线的时候没有过河道 所以这两个草丛是安全的 他们必要在这里蹲我 我们等兵线过去不要到这路头 让他先清兵 我们看地图找对面人数 要路了马可路了 张飞路了 现在才是安全的把心带过去 等他们路头带清兵 是为了防止我被包围 带边线一定要注意这个 赵云应该就在红区草了 小心点 我们直接先手 EA213退回来 被他大躲了 现在是关键 等一技能好了 直接打一套再拉出来 他大招还没能去好不用怕 我没必要和他换 我们应该清除目的是什么 在他没有大的时候去弯血 等他有大的时候 他就不敢上 能用智慧营就不需要武力 关注我 让你彻底学会打野 他也不需要 这次是 我们应该会打电话 我会打电话